主战论者 他们提出来的主战主张 有他们的合理性 同时也具有他们的这种局限性 那么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 那么有些主战论者 存在着过分强调精神力量的 这么一种倾向 过分的强调精神力量 那么这种只重视精神力量作用 而忽视物质力量作用的 这种思想倾向 应该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甚至到了十年之后 在中日战争当中 还有些人向新政府建议 建议什么呢 说与洋人战当一切气质而专用气 从同外国人作战 其他东西都可以不去讲究 一切皆气质而不用 用什么呢 用气 讲什么 讲个气节 是吧 讲精神作用就可以了 那么在军事战争当中 人的因素 精神力量的因素 这个作用 当然是十分重要的 是吧 人们没有一种斗争的勇气 就谈不到战争的胜利 但是 人们不能够过分的 无条件的去夸大精神力量的作用 否则就会走向反面 那么在中华战争当中 张哲栋曾经这样讲 他说呢 比趋我值 说法国它是没有道理的 是非正义的 是趋我值 我是正义的 说比趋我值 天道人心可以一战 凭什么呢 就凭着我们是正义战争 我们就可以从法国人进行战争 那么这种说法很明显 它存在着一种忽视物质力量作用 这么一种倾向 过分强调了精神力量的这种作用 那么张骗伦也讲 他说什么呢 说我法残人之宗 我是指的日本 法是法国 我法残人之宗 疑人之四 虐用其民 他就说法国人也好 日本人也好 是吧 去那别人的国家 把别人的国家灭亡了 是吧 压迫这个国家的人民 是吧 那么他们是非正义的 我以仁义之道 行壮直之师 其理亦可一战予 那么我们出兵是正义的 我是仁 是仁义的 行的这个军队 是正义之师 其理亦可一战 就是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战争 我们就可以呢 从日本呢 从法国进行战争 那么我们说 从原则上讲 或者说 从理论上讲 正义的战争 必然会胜利 非正义的战争 必然会失败 从一般原则上讲 那么这是对的 那么这是讲什么呢 这是讲历史的 整个大趋势 是这样 是什么呢 是就以人的情况 而论是这样 已经发生的事情 以前的事情 或者历史的大趋势 是正义的战争 一定会取得胜利 非正义的战争 最后一定是为了失败 是讲的这个问题 那么但是 如果就某一个短时间而言 就一个具体的战争 或者战役而言 未必是这样 就是一个具体的战争 未必是正义的战争 一定会胜利 那么因此 那么这个正义的战争 它要取得战争的胜利 既需要 人们的一种精神力量的作用 那么同时 也不能够忽视 必要的物质力量的作用 那么这个主战论者 我们讲 是吧 他强调抵御外来群立的 这种正义性 激励人民 一种奋起反抗 这么一种精神 完全符合中华民族的这种利益 根本利益 那么但是 就中国战胜法国的 这种可能性 在这个论证方面而言 这个主战论者 存在着一定的主观空想性 这是我们讲 他有他的合理性 同时有他的局限性 主要是倾机思想 只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 这种思想 那么具有一定的主观空想性 这是我们对于主战论者 他的主战主张的 合理性和局限性的一个分析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 组合论者 他的组合主张的 这种合理性在什么地方 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局限性 那么关于这个组合论者 这个组合主张 那么我是分这么几个问题谈 首先第一 组合论者 看到了并且承认 中国和法国在军事力量上的 这种差距 反对对外 鲁莽形势 反对浪战生信 不肯轻易的 同外国发生战争 主张要慎视途中 要审视度视 这些都是正确的 没有问题 那么但是组合论者 他们也犯了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呢 就是他们过高的估计了 或者过于夸大了 中外力量之间的那种差距 看到中外之间的差距 那么是对的 如果过分的夸大了这种差距 那么就会出现问题 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们 没有看到 这个中外之间的差距 它是可以有一个互相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或者说它是有这种可能的 中外之间有差距 这个差距不是永远不变 这个差距是可以转化的 那么他们过高的估计了中外之间这种差距 在很多时候 就会被外国的这种强大军事实力所吓到 丧失了一种必要的进行抗争的 进行战争的一种勇气 那么这种过高的估计敌方力量 一个直接后果 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在同外国议和的时候 不可能是在真正的对敌我双方力量 做了一个客观分析之后 对于中外的客观形式 做了一个了解之后 把中国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的一种议和 因为什么 太害怕敌人了 被敌人所吓唬打了 那么这种议和 往往是使中国 不能够把中国的损失降到最低点 因此他们的议和 很多时候带有很大的妥协性 这么一种议和 那么在中法战争初期 曾继泽曾经讲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呀 在不欲起信之心方面 自己 为使不与何非同 这个何非就是指的李鸿章 他的讲 说我和李鸿章 都不愿意对外起信 发生战争 他说我和李鸿章之间的区别在哪呢 是李鸿章的往往是巨战过甚 是过于惧怕敌人 那么曾经泽这段话 他讲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说无论是主战的曾经泽 还是组和的李鸿章 都看到了中外力量之间的差距 都不愿意发生了中外战争 那么作为组和派的李鸿章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 是巨战过甚 是吧 一味的对外组和 失去了一些必要的抗争勇气 那么这是错误 那么这是组和论者 看到了中外之间的差距 这是对的 夸在这种差距 是吧 失去了这种抵抗的勇气 过于惧怕外国侵略者 那么这是错误 那么第二点 那么组和论者 看到了并且承认 清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的落后 中国的整体的这个军事实力 不如外国人 不如法国人 那么这些也是对的 那么但是同样 他们也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把这种差距绝对化了 那么实际上 清政府在这个时候 经过了洋务运动 清政府的这个军事实力 是有所增强的 是吧 武器啊 装备啊 是吧 军饷啊 都是比以前有很大的增强的 那么因此 法国要想很快的战胜清军 战胜中国 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是吧 就是说 那么这个 中国清军 为什么可以取得 战争战役的胜利呢 就是反映到这清军 还是具备有一定的 是吧 战胜法军的这种可能性 是吧 中央之间 就军事力量之间 有差距 不能够把它过分夸大 那么是讲的 这个组合论者 它的组合主张 有它的合理性 也有它的这种局限性 那么当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面临着外国侵略的时候 无论是主战 还是组合 它都将直接关系到 一个国家的前途 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 一个民族的根本利益 那么在正硬的情况之下 一个国家的决策者 必须要充分的 全面的 是吧 客观的了解 当时的国内外的 各个方面的这种形式 要了解 中外力量 这种各种力量的一种对比 在做出这种正确的判断之后 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 对外国是战 还是核的这么一种选择 那么这是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道理 那么但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那么就会出现 有的时候 人们考虑问题的立足点 捉远点是不同的 是吧 有的时候是 人们由于各种原因 他们对于中外各种情况的了解 不够清楚 是吧 那么有的时候呢 是时间很紧迫 然后他来不及 对于这个中外之间的各种情况 做具体的分析 因此他们在做出 对外到底是应该战 还是应该核 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往往带有很大的一种盲目性 或者带有一种 就是论事的这么一种倾向 那么因此 清政府 他在选择对法 是战还是核的问题的时候 带有一种仓促决定的 这么一种倾向 就是很仓促就要决定了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有一个清政府的一个御史 叫做吴巡 他就记录了在1884年10月 清政府召开的一次停议会议 就清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 讨论对法 到底是应该战还是核 记载了这么一个会议的情况 那么这个会议情况 他是讲 他说在这会议上 发出了各种预指 电报 奏折 一共是这个100余件 装了4册 说参见这次会议的人 是200多个人 200多个人要在两三个时辰当中 就对法是战还是核的问题 做出一个决定 在这么一个短促的时间之内 这200多个大臣 就要去看这些文件 上欲 要奏折 就要看 他说这些人 是分分集集 后至半日 未能变读一过 那么当时没有像我们现在的条件 我们可以 这个复印 人手一册 200多个人 围着四侧 能去看 那么很多人都围在一起去看 是吧 有些年老的大臣 六七十岁了 也要跟其他人一样 围在桌子旁边 是吧 大家都去 争着去看 一个文件 有的人是正着看 按照顺域看 有的人要倒着看 有没有 是先看后面 有的是左右横看 是吧 他就讲 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是吧 这人们呢 就是很仓促 要决定这个问题 是吧 自己呢 是匆匆一跃 他人利后 不复获解 他说 匆匆的看了一遍 其他人急着要看 是吧 你说我没有看明白 我再看一遍 没有可能了 他说这种情况 就是说那些 年历精壮者 就是年轻力壮的人 精力很充分的人 既年历精壮者 亦不能为取降明 况其为老陈灾 就是那些年富力强的人 也很难呢 把这问题搞清楚 是吧 能够动起 这个其中的这种原委 是吧 何况这些 六七十岁的老臣呢 是吧 因为清政府 这个高级大员 是吧 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 那么无寻着讲 说这次会议 关系到对法 是战还是何的问题 说是关系实为重大 非常重大 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这种前途 他说没有想到这次会议呢 竟然是漫无条理如此也 很乱 说会议杂柔至此 会议杂柔至此 上赴成和体制 这个会议这么乱 成和体统 他就感慨 感慨什么呢 说与此而择之 绝大宜定大计 盖意难以 说要求这些人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这么仓促的情况之下 就绝大一定大计 对法到底是战还是何 盖意难以 这是太困难 那么这个情况 像我们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清政府内部的 主战也好 主核也好 往往带有一种仓促决定的 这么种色彩 那么这种情况 就决定了清政府内部 一部分人 主战或者组合 由于中共局限 他们的主战主张 或者组合主张 都必然既具有它的合理性 那么同时又具有局限性 因此对于中国近代的 这个主战主核问题 必须要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条件 做一些具体的分析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想就讲到这里 没有什么问题